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就先走吧 我还要到养老院去看我爸呢 彭总 你还真去养老院啊 今天过节嘛 我怎么也要过去看他一眼 你可真是个孝子 都说忠孝不能够两全 我也有难处 理解 理解 好 蔡云 闺女 你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把自己画成这样 妈 大龙外面有人了 这 妈 你看 我抓的信息 你别瞎掺和 大龙这人我最清楚了 他如果是曾想找外遇啊 你不用问他自己就先说了 这种事情 他还能到处宣扬去 他还能到处跟人说 我也有人了 那就是说嘛 你说两口子的事情啊 就得两个人自己解决 别太冲动 妈 你别再替我姐夫说话了 我这都抓了现行了 我心里真是替我姐急 我说蔡香 你别挑事啊 你自己男人大半夜不回来 你不打电话去问问 怎么管去你姐家里的事呢 妈 孙坚是在外面谈生意 他从来不会高女人的 这点我比谁都清楚 干坏事不一定是搞外遇 蔡香 我提醒你啊 你别老那么贪 只知道穿的男人往家里捞钱 妈 往家里捞钱是坏事吗 你看我们吃的穿的用的 还有我戴的手表 清华的电脑 包括我们今天去 蓬佩公司抓的奖 那不都是 专了孙坚的光吗 抓什么奖 那明摆的是送礼 你要送这么大的礼 你们也敢收吗 我有什么不敢收的 抽奖 给我的 又不是暗地里送的 我 姐 你脱了吧 晓 你别管你的破衣服行吗 姐的幸福 姐的家都快没了 你告诉姐 你姐夫更陪不陪她老婆 到底怎么着呢 是不是 是不是我比不上李嘉阳啊 不不 姐 姐 我告诉你 这没有可比性 没有可比性姐啊 姐 我跟你说 彭飞肯定要跟她老婆离婚了 因为彭飞也有小三 也有老四 你想想 林娇阳那么强势的女人 她肯定不会认输的 她一定会尽快地找一个新款 你是说 她肯定会找你姐夫是吗 我觉得吧 她心里不一定情愿 可是 她总得抓一个现场的男的来叫板吧 然后 有可能他们一离婚 第一件事就比着谁先结婚 那你姐夫会跟我离婚吗 她为什么不找别人 也要找你姐夫呀 周 我说不好姐 才瞎 别自作聪明 人家都劝何不劝离 哪有你那么光拆里巴强的 妈 我是真替我姐急啊 你想想 我姐这么大年纪了 她还能再嫁出去吗 可能吗 她怎么嫁不出去啊 你姐长得多漂亮真是 妈 你那么说话呢 我跟你说妈 我真不是吓唬你们 你像彭飞这么大气的男人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她可以搞八零后九零后 但是我告诉你们 她要是知道我姐夫 跟林娇阳有点什么 她一定不会放过我姐夫的 命儿 别伤心了啊 彩云啊 彩云别哭啊 不会的 不会的 王大陆她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对不是我儿子 我儿子 爸 是我 鹏飞啊 爸 爸 是我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这大外界的敲门会影响大家休息的 我找我爸 来 快帮我把门打开吧 你自己叫吧 这过节不陪老人家过 这会儿来叫门了 老爷子正怨气着呢 你还教训我啊 我出钱让你来服务的 你对得起客户吗 你快叫人来把门打开啊 你走吧 我睡了 爸 是我 你儿子鹏飞啊 爸 你不是我儿子 我只有一个儿子 他叫王大龙 我是不是 我只是在这儿子里 那我还能输出来 我还没一直ı 我还没老人家过来 我一天 我还没老人家过来 你还没有承担 我还没老人家你 你还没老人家过来 我还没老人家过来 这和我家过来 老婆 我求求你了 我说的都是老实话 这大晚上了 你怎么还离家出走啊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我对天发誓 我跟林娇阳就是纯洁的友谊 我跟他就是单纯的同学关系 狗屁 您可相信世界上有鬼 我也不相信你们男人这张臭嘴 别的男人心里有没有鬼 你们家王大龙 绝不可能跟其他女人有一腿 你得相信我老婆 我都跟你解释这么半天了 我给你跪下了 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我跟他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老婆 你看我都这样 你还有完没完了 被你妹妹瞎白胡两句 你怎么还就当真了呢 那我问你 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你们俩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你看清楚了没有 是他抱的我 他这样 我这样 他这么抱着我 我是这么动作 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们俩是抱在一起了 他怎么不抱别人去啊 他不一样 他抱的我 我没有抱他 你知道吗 你得这么相信他 一个女人被小三 骑着脖子上拉屎拉尿的 还爱了员工的打 他死的心都有 他就像梦江女哭长城一样 恨不得把长城哭倒 恨不得把月亮哭下来 我当时就是跟天天干干子 他也会抱我 我就是条狗 他也会抱我当亲人 我就是条垃圾桶 他也在我这儿倒苦水呢 老婆 你得听我说呀 你 你记起来了没有 以前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上班 你领导训尼 你不是也抱着超出疙瘩 哭了半天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还能有假的呀 我完全就是为了 林教阳他们两口子和好了 我绝对是劝何不劝离 我要是撒谎 我天打我雷哄 我出门 我被六吨的卡车从他 行了行了 你别胡说八道了 发什么毒誓啊你 彭飞知道这事吗 他要看见那张照片 你跟林教阳抱了一起 他们得打你啊 我告诉你 这两口的事你少管啊 我听到了 我明天我就去找彭飞 我这劝何的任务 只完成了一半 男人的事得靠男人来解决 你怎么抱着他 他就是这么抱着我这么挺着 我其实就是在肚子这个地位 接触了一下 你们俩肚子挨肚子了 不 其实也就是腰带 就这个地方 怎么抱着 他 他 他是这么抱着我 我当时是这么挺着的 对 当时的情况就这样 他就这么样 我这样 抱着我 好了 老婆 别胡思乱想了啊 你爱我还是爱她呢 我当然爱你了 你是我老婆 她只不过是我同学呀 宝贝 可是她比我苗条 我就不喜欢那苗条的 那你到底是爱胖的还是爱瘦的 我当然爱胖的 抱到怀里头 跟抱一只丸子似的 人呢 都去哪儿了 我回来了 爸 我一直在等你 你今天为什么不去看我爷爷 我去了 你爷爷他不想见我 他一定很生气 今天愣了 全家都去了 你都没去 我爷爷就是给你气的 我也很生气 我到了养老院 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回来又被儿子审问 我也受不了了 都是我不好 到底我要怎么做 你们才能说我好呢 那个王大龙 人人都说他好 好还是不好 你告诉我 答案到底是什么 你周围的人 都会拿脚投票 那是什么意思 他们都会离你很远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你爷爷 你妈妈 你 包括我公司的员工 每个人都把我当成笑话看 你们只会埋怨我 我真的是受够了 为员工打工 给他们发工资 为你们去打工 为你们挣钱 为了你将来可以留学 移民 爸 你跟移民是火星 宇宙万万万万 失离去吧你 不要让你这样个霸 你不是我儿子 我只有一个儿子 他叫王大龙 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我怎么跟你沟通对话 王大龙真是浪费心思 白劝我了 又是王大龙 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 你不想听也要听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演戏了 我本想等彭小参加完考试 考完中考 现在不用再演戏了 离 明天就离婚 好 我彭飞奉陪到底 我一离婚马上结婚 但结婚的一个人 绝对不是沈哥 我要让你们看到 我彭飞一定不会受到 任何人的威胁 你们哥哥都看我不顺眼 崇拜我的女人多的是 我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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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飞 我彭飞 我彭飞 我起晚了 别人走啊 上课去 我不想上课 还没吃早饭吧 给 这我爸今天早上 给我包的豆沙包 我起晚了 他塞给我的 不吃了 没味道 彭飞 你别难过了 你爸不去你爷爷那 过中秋 你不是去了吗 你爷也挺高兴的 你觉得你是好孩子 我不是记上这件事 那什么事啊 你们家总厨师 要把我爸去帮忙 这件事 就你爸也帮不上忙 那到底什么事啊 你那学得不往上了 我爸我妈要离婚了 当着我们面说的 他们已经分居了 我爸已经不住在我家了 告诉我爸 忘了了 不许告诉你爸 这是我们家的事 不要忘了来管 那你就眼看着你父母离婚啊 那也没办法 天天吵架 分就分吧 天哪 还有希望父母离婚呢 我也不希望啊 从小我就在他们的吵架 神中长大 我和我父母啊 就靠着一张银行卡来联系 现在他们给我花钱 将来我给他们花钱 彭像真可怜 咱们两家洗过中秋节的时候 我也发现啊 你爸妈那么重要的节日都不去 连老人都不尊重 更何况你呢 我都习惯了 哪有这样的父母的 他们虽然很成功 可是你得到的关爱 却比我少 我也知道了 你为什么总是惹事博眼球 谢了啊 现在人人都羡慕富二代 只有你知道 没有人来关心我 如果人能重庆选父母 我肯定选你爸妈 老婆 赶紧去上班吧 咱可是说好了啊 你可以劝别人不离婚 但是人家两口子的事情 你千万别管了 听见没有 小心人家再打你 她敢 又我这女汉子老婆 借她仨胆她都不敢 我可不跟你开玩笑 你老因为人家两口子 事情挨揍 你傻不傻呀你 你就放心吧老婆 我今天呢 一定跟孟非好好谈 另外呢 我也得跟她 谈谈我工作的事 老这么调整不是事啊 就是啊 她爹你也给管好了 儿子你也给管好了 她应该感谢你 行了 你就别啰嗦 我知道了 你放心去吧 我跟你说好了 如果她要敢打你 你掉头就跑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到 好 快快慢点啊 知道了 一定要多喝水啊 给你啊 去公司 中午饭要 吃啊 彭笑 你也别纠结了 他们大人离婚 我们根本就左右不了 我觉得你应该先 把自己练强大了 让他们主动在乎你 你让他们怎么在乎 至少别再当 愤怒的小鸟啊 你应该当励志哥 考个好成绩 让他们傻眼 从内心里感到愧疚 我也想啊 我看到家家老师就烦 救了他们再挣钱 那我不挣钱 我教你数学好不好 那当然好了 怕你别告诉别人 肯定不会 你是男生嘛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 不会的题 你就来找我 再跟你讲一遍 就当我又复习一遍嘛 保证比家家老师 讲得有针对性 太好了 这么练出跟打靶游戏一样 一定会赢 咱们背地里加把劲 让你父母 害我们班中人都傻眼 走 上课去 你想把我烫死了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这种糖 木糖醇呢 对不起彭总 真的对不起 连一杯咖啡你都泡沫 你怎么做助理 我跟你说我多少遍了 我的咖啡里不能放白糖 对不起彭总 真的对不起 彭总 您喝这杯吧 五十度 没加奶精 还加了一勺木糖醇 你怎么还没走啊 您就这么讨厌我吗 彭总 您先喝杯咖啡 消消气 我把你调到农家院 就当是暂时锻炼一下吧 可我要锻炼到什么时候 彭总 我不在 你连杯陈欣的咖啡 都喝不着 更别说陪您加班了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我没有炒你鱿鱼 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彭总 我不要面子 我就是想留在您身边 我不做助理也行 我给您打扫卫生行吗 要不然 等我把您信的助理带好了 您再赶我走也行 你不要再跟我讨家还家 我决定的事情 谁也不能改变 可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啊 彭总 我不是怕进农家院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 只顾我不怕 我只是怕孤独 只要在您身边 哪怕做保姆我也愿意 只要有您在 我就觉得有家庭的温暖 彭总 您别赶我走行吗 原谅我吧彭总 你 彭总 你放手 你干什么 我舍不得你 松手 我舍不得你 彭总 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松手 干什么啊 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乖乖地去农家院 不要比我吵了你 彭总 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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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总 你干什么你跟我过来 彭总 我告诉你啊 你说什么说 彭总你听我说 你说什么的说 但好了我告诉你 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不是个东西 你就是个蛇妖 怎么着 葫芦兄弟看过吗 你想把彭非当葫芦娃给害了 有我在你就害不成 你不要两个东西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你干了什么事不行 非要干拆在人家庭的事 人家彭非 有老婆有孩子 他还没离婚呢 你怎么这么缺德呀 你不但缺心眼 而且还缺德 你整个一双缺 你还有点哭 你哭什么哭 彭非千万别心软 这兔崽子没憋什么好屁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整个一二百九的样子 别逼我说出什么意思来 二百九就是二百五加三八加二 你算得过来吗你 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后子比你二大爷鞋底子都厚 我要是你 我就一头插到粪坑里 憋死自己得了 关你什么事啊 插到事就是我的事 我管定了 我还不相信了 我得拖沓李天王 震不住你的小舌腰 邦总 唐长总 邦总您听我说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我更不想见到你 你马上在我面前消失 放开 这句我明白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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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四脚双三的滚 马步双三的滚 挂在S上都滚 你太绝情了 你会后悔的 回你妹子 走 放开 好 好样的蓬菲 让我看出你小时候那点意思了 走 就是大龙我请你喝酒 好 我来 什么事 这么急叫我过来 就这么走了 我不甘心 蓬菲真的不要你了 好话赖话 我都说尽了 可是她有言不尽 连眼泪也不能感动她 我现在恨死她了 姐 她就不是个东西 今天不是你让我来 她蓬菲就是八胎大教台 我都不会来的 胳膊扭不过大腿 我就不信 她一点破产都没有 我那天让你拍的视频呢 手机拿给我看看 在这儿 那天拍了很多 手机都会码的 你看一下 好 彭菲这次你死定了 建军 视频你说好了 好 全够存进光盘里 找什么 我帮你吧 我去嗑点东西 很快就回来 好 好 先生您好 菜齐了请慢用 谢谢啊 不客气 来 彭菲 喝酒啊 高兴点嘛 小心眼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你们这种人 真的挺会浪费时间的 竟然还有闲情一直在这里喝酒 你有着时间 花点心思在事业上面好不好啊 天天有一手好闲 尽管一些琐碎的事 是啊 你是大老板 你是干大事情的人 我是闲人 我跟你说 你别小看了我们这闲人 我每天逼你忙 我那是闲忙闲忙的 接孩子管老人 做菜送饭 反正忙得我四脚朝天的 你还别小看这点事啊 我跟你说我开心着呢 我满足着呢 咱挣钱图什么呀 不就图这点幸福吗 所以就说啊彭菲 你得学会忙里偷闲 你看着家里的孩子 快快乐乐成长 家里的人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真这么简单 男人不是应该 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吗 蹲在家里 公司能做大吗 如果你的家里人 吃不饱 穿不暖 连一间普通的房子 你都不能给他们 你让他们每天忧心 每天背着你哭 这就是好男人吗 男主外 女主内 家里的事根本就应该 女人去管 你偏偏跟我斗 说什么有自己的事业 根本就是借口 他就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比我强 我这个彭总背后 他才是真正的领导 是是是是 你用不着发那么大火 当领导就当领导呗 真让咱是男人呢 我跟你一样 男人都累 小时候被妈管 结婚以后被老婆管 有了孩子以后被孩子管 会挣钱吧 怕包二奶 不会挣钱吧 怕孩子断奶 结婚吧 怕对不起自己 不结婚吧 怕女朋友后悔 要个孩子吧 怕以后没钱养 不要孩子吧 怕咱姥姥没人养 所以我跟你说 男人哪 那是真不容易啊 你呗 我承认 你刚说的有点道理 男人就一定要把家 把老婆孩子照顾好 那才是真正的男人 谁跟钱有仇啊 男人就应该挣钱啊 你说有了钱 你就可以改变你的外表 整天穿个西装 把自己弄得人无人流的 住在皇宫里 把自己装成太上皇 但是 不可以为了钱 把自己双眼迷失了 把自己内心改变了 生意越大 你的责任就越大 你更不能利于熏心 靠手段来挣钱 所以说啊黄佩 问题在你自己身上 你这首先改变你自己 咱小的时候 语文课本里可写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平天下 怎么平天下 我家里都还没平呢 我老爸 我儿子 我老婆 个个都埋怨我 我什么都不好 我做什么都不对 我现在就是不服气 从小到大 我都比你厉害 比你聪明 就连上体育课 我都不会输给你 我比你强 但是我的家人 每个人都站在你这边 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啊 好 姐啊 这都是些什么 客户名单 没错 是客户名单 不会吧 这么多 真的假的 你不要问那么多了 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 光盘 那才是最重要的证据 课好了 多课几章 还有那些资料 全都多拷贝几份 公安局 经济侦察科 纪委 检察院 反黑局 甚至是副联 总之是可以管人的地方 你全部都给我送过去 你真的要搞庞飞 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就不要怪我对不起他了 我知道你的事 可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吗 你知道吗 因为有一样东西我比你强 什么东西你说 我的心比你强 耐心 良心 关心 爱心 不过你 你跟你爸还有儿子 好好谈话是什么时候 还记得吗 忘了吧 我再问你 你跟林娇阳充满爱意地 看着对方是什么时候 忘了吧 你知道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吗 你不知道 难道他们不需要知道我在意什么吗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他们又知道吗 蓬贝 林娇阳已经跟我说了 她知道你跟沈哥的事 她也不好过 反过来 如果她外面有个男人 你能忍受吗 蓬贝 咱们是爷们儿 咱们上有老下有小 咱们既是儿子也是父亲 咱们就应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咱们应该是他们的榜样 难道你想让孩子 整天在一个不公平 充满谎言的环境里成长吗 你想过后果吗 你知道孩子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吗 蓬飞 那些风花雪月 只不过是一阵子的事情 而你的家人 你的家 是一辈子的事情 既然你跟林娇阳 有缘成为了亲人 你应该好好爱她 好好珍惜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我跟你说啊 明天晚上 我 你 林娇阳 我们三个好朋友 我们三个发小 我们做到一起好好实实话 你不要给我找什么借口 说你公司业务忙 我不听我也不管 不许迟到必须来 听到了没有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汪大龙 你是第一个 姐 这里好危险啊 你怕了 没事谁来这地方啊 不怕跟你说 我现在 真有点抖 厉害才好呢 这么多个部门 我也不知道哪个会查蓬飞 总会有一家管呢 姐 你真的要把那个蓬飞给弄进去啊 我也很纠结 再说他怎么也算是我的恩人 我不应该这么对他 就是 说白了 他就是把我开了 把你调到农村这两条 要是你不想去那个什么农家院 干脆你也辞职 我们俩一起到深圳 一起闯荡 听说那里工资很高的 简局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不是为了工作 如果只是一个员工 我也不会对蓬总那么死心塌地 你真喜欢他 我根本就不是为了他的钱 如果这次真的能把他拉下 就算他一无所有 我还是会跟着他 可他呢 他竟然为了摆平他老婆 让我们当众下不来台 今天还那么对我 他不认 就别怪我不易 姐啊 我只是担心 万一这事闹大了 你有麻烦 你别说了建军 我都乱了 要不 你替我去举报吧 我怕等一下要到了关键时刻 我又下不了手 女人永远都是懦弱的 柳青不认她 永远都是男人 没事 交给我吧 只要是为了你 什么事我都愿意干 那你就把行贿的视频和名单 交给他们就行了 你可真想好了 这事牵扯的人太多了 你别说了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能够教训彭飞一次 让他知道 赶走我的后果有多严重 我就心满意做了 好吧 那我真去了 那我真去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很讨厌你 但是 我相信也只有你 才会跟我说真心话 到了我 谢谢你 用不着嫌我 我知道我是恶人 我知道你讨厌我 咱没办法 我这个恶人我得做到底 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你是我的朋友 来 服务员 再拿一箱啤酒过来 我要跟我的发小 喝个痛快点 好 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呀 急死我了 公安局的人问了我很多问题 还说会保护我们举报者的隐私 他们真的很重视 他们已经把材料交给那个经浸科 说我马上就开会研究 明天就开始调查 姐 咱走吧 走吧 走 慢点啊 别磕着 慢 烫 烫 烫 ultimate 你怎么那么重啊 你 真不回家了 堅決不妥協 不妥不妥 那不回家就不回家 明天跟林郊陽談判完了以後再定 既然你就想住在辦公室就那麼賤 那是你的事 我得回家 我不回家 我們家高師傅會把我六層媳婦 坐下 你來我公司做事 我不會虧待你的 我知道你的好意 可是呢我不想成為你的負擔 老爺子都好了 我也完成我的任務了 不 你要繼續幹 我往大裡幹 你 你不願意當副總 你就來當我的助理 這樣呢 我有難題 可以隨時找你商量 你看成吧 你的意思是 讓我頂替沈哥的角色 對 他以為我離不開他 我就讓他看看 地球離了他一樣轉 有人比他還出色 那是 你你你你那個 來來來來 我來 趕緊 好了吧 你不要浪費 你說過不要浪費 對 這破助理不許幹 聽見沒有啊 破助理不許幹 為什麼不幹啊 為小敏 不許幹就是不許幹 小敏是 我憑什麼不幹呢 這總裁助理多威風啊 我還可以給林娇洋 登防火牆 全天候的攝像頭 看見沒有 我就知道 你是為了林娇洋才去幹的 不對 我這是受人之托 我得給他們倆做個合適老 讓他們兩口子和好 我現在都成了月下老人 為和小組組長了 你得了吧你 你以為你是誰啊 他們兩口子就不是省油的燈 半君如半虎 你要挨著他們身邊 早晚有一天 他們爆炸了 你是第一個倒霉蛋 沒你妹 你再說一遍 沒我妹 可是他們如果和好了呢 他們倆一定得感謝咱們 到那個時候 我多有成就感 你得了吧 我可不看好他們倆 他們倆的事我告訴你 你別掺和 知道不知道 我不說話 你聽見沒有 聽見 電話 電話 你幫我拿一下 拿不拿 我掉了 我掉了 喂 喂 你怎麼不說話呀 我拿閃了呢 喂 大龍 彭飛那兒怎麼樣了 林娇洋啊 一切都搞定了 彭飛答應 明天晚上你們倆一起吃飯 他真的這麼說 但是現在 他為什麼沒有回來呀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兒 你放心吧 彭飛今兒晚上在他辦公室睡了 我哥倆今兒喝了二兩酒 聊得特別好 真的啊 他都說實話了 他討厭沈哥 還讓我來當助理呢 等明兒咱們一起吃飯的時候 咱們再詳談 我非得把他拉回到你身邊不可 你放心吧 嬌陽 睡覺 啊 好 那大龍辛苦你了 明天就全靠你了 Good night Night Night